各位好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 耶稣基督 2016年的礼约奥运会 大家在电视上一定都看到过 处立在礼约热内卢科尔科瓦多山顶的耶稣像 我们看到的礼约城市风光片 往往都是从耶稣像的角度来取景的 那么耶稣基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今天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耶稣是谁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现在我们有关耶稣生平的了解 大多都是来自圣经中的四部福音书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总体来说 福音书并非是关于耶稣生平的忠实记载 而是更多的反映了后来的基督教群体 对耶稣身份的解释性叙事 简单来说 福音书主要是记载了耶稣在伯利恒降生 在约旦河受洗 在加利利和耶路撒冷等地传教 前往耶路撒冷受难 在第三天复活升天等重大事件 这些事件构成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 耶稣于公元一年前后 出生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 由于福音书对耶稣出生的年份 几出记载有出入 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 他出生在哪一年 所谓的公元纪年 就是以耶稣诞生之年 作为纪年的开始 其实这是源自中世纪的一个修士的错误推算 因为习惯很难更改 我们至今沿用了这一将错就错的说法 跟耶稣降生相关的另外一个迷思 是圣诞节 我们都知道 12月25号是圣诞节 但实际上 福音书并没有记载 耶稣出生在12月25号这一天 现在学者们通常认为 圣诞节跟庆祝冬天的结束有关 而他的兴起也在中世纪之后了 成年后的耶稣主要活动 就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南北来回旅行步道 并施以神迹 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行的神迹有很多 他曾经用五个饼和两条鱼 喂饱了五千人 他曾经令瞎子重见光明 他曾经把水变成酒 他也曾经治愈麻风病人 通过这样的方式传道 耶稣身边开始聚集一些人 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知道的十二门徒 如果说耶稣的活动仅限于此 那么他就只是一位伦理教师或者先知 然而耶稣不仅被视为基督教的创始人 而且他自身就是基督教的根基 原因要从他在耶路撒冷的受难和复活说起 在耶稣最后的时光 他仍然像之前一样去到耶路撒冷步道 在进城之前还制好了一个瘸子 进入耶路撒冷之后 受到信众的欢呼 由此罗马统治者把他当作一个潜在的威胁 于月节前夜 耶稣与门徒吃完最后的晚餐 并指出门徒中间出了一个叛徒 当他离开耶路撒冷不久 便被犹大带来的兵丁逮捕 经审判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然而受难并非是耶稣生平的重点 四部福音书都记载了他在第三天的复活和升天 把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作为示众 是罗马帝国常见的刑罚 这不是针对耶稣的 但基督教却因为耶稣的受难 而把十字架作为标志 耶稣的死亡和复活 是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为什么呢 只要从他的身份讲起 通常我们会把耶稣和基督连起来讲 称之为耶稣基督 耶稣是他的名字 那么基督是什么意思呢 基督一词意思是受高者 在犹太人群体中 君王 祭祀等需要接受高游的祝福 在某人的额头上涂游 意思是上帝选定这个人作为代表 后来慢慢转化为弥赛亚的概念 弥赛亚就是拯救者 他会在历史终结的时候 代表上帝来拯救世人 早期基督教用基督这个词来表明 耶稣是拯救者的身份 关于耶稣的身份 我们常听到的另外一个说法是 他是上帝的儿子 或者说叫圣子 根据基督教的教义 上帝派自己独生子来人间受难 是为了消除人类的罪 让人类获得救赎的能力 经过了受难和复活 耶稣克服了死亡 这在古代人的观念里 只有神才办得到 由此 耶稣的弥赛亚身份 圣子身份得以真正确立 慢慢地 圣子和圣父演变为 同一个神的不同位格 再加上圣灵这一位格 就构成了通常所说的三位一体 信仰耶稣基督和信仰上帝 变成了一回事 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耶稣不仅是基督教的创始人 更是他的根基 道理就在这里 那么作为基督教创始人和根基的耶稣 他的学说的核心是什么呢 在马太福音里 有人问耶稣 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 耶稣回答说 你要尽心 尽信 尽意 爱你的主 你的上帝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爱人如己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爱是基督教的核心 在人与上帝的垂直关系中 人与人的平行关系中 爱都占据着首要位置 从建立一时 基督教就显现了几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 基督教极其渴望向外传播 耶稣和他的门徒 通过宣讲和行神迹 使大批人皈依基督教 第二 基督教有强烈的普世性 他的信众包括了各族的人 并不像犹太教一样 只在一个民族中传播 第三 基督教具有强烈的整合性 对于早期教会来说 基督信仰并不是一种 孤零零的个人私事 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围照着教会 大家组成了信仰的生活社群 第四 基督教与其他文化之间 存在着紧张和冲突 正是因为不被理解 基督徒需要利用当时主流文化 也就是希腊文化 来为自己辩护 这种辩护 是基督教理性化与哲学化的过程 也是基督教哲学的起点 这是我们后面会详细讲到的 不管怎样 耶稣死后 基督教开始传遍罗马帝国全境 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历经中世纪 基督教越发壮大 而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基督教信仰也跟随着哥伦布 麦哲伦的航船来到美洲 成为当地的主流信仰 1931年 基督教像在里约热内卢落成 成为城市的标志 我想这肯定是生活在公元一世纪的耶稣 所始料未及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耶稣基督到底是谁 耶稣基督是犹太人 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 是拯救者弥赛亚 他30岁左右开始传道 行了很多神迹 帮助受困的人 由于提出了和当时犹太教 不太一样的教义 受到犹太人陷害 最后被罗马人 钉死在十字架上 按照基督教教义 耶稣死后又复活了 并且向众门徒显现 复活后第40天 升上高天 坐在上帝的右边 未来他会再临人士 建立荣耀的天国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下期节目 我们就逐渐走进 基督教哲学的世界 去探讨一下 基督教为什么能与哲学 相结合的问题 感谢收听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